中共二十大結束 國防部長邱國正用一句話 來形容兩岸的軍事情況 說如果稍微處理不慎 事態會很嚴重 而回顧習近平十九大時 曾經喊兩岸一家親 到現在變成 絕不承諾放棄武力 兩岸關係緊張 蔡英文哀批狹美自重 捍衛的根本是民進黨 自己的選舉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後 兩岸情勢有多嚴峻 國防部長說了這句 稍微處理不慎的話 這個事態會很嚴重 習近平過去十九大時 含兩岸一家親 到了二十大 卻強調絕不承諾放棄武力 蔡英文哀批狹美自重 到底捍衛的是民進黨利益 還是國家利益 這種中美對抗的局面之下 台灣如果去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的確是一個難題 導致為了要選上 這個整個國家的進步 就被犧牲掉了 美國為了他自己 地緣政治的利益 他希望利用台灣 一舉消耗掉 中國大陸的國力 民進黨為了自己的利益 把兩岸關係 弄得越緊張 對他們的選情越有利 邱國正說 不會為了美國而戰 但民進黨配合 美國狂打戰爭恐嚇牌 若一旦被逼上戰場 台灣到底為誰而戰 蔡英文好像有把柄 被美國人抓在手上 美國人叫他幹嘛就幹嘛 兩岸之間 如果一旦發生戰爭 恐怕就是為了美國而戰 要犧牲台灣人的生命 去維護美國人的利益 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 很明顯的台灣現在已經陷入 中國龍跟美國鷹 爭霸全區的漩渦當中 9月21號發動了一次 和平愛台灣的運動 11月12號 我要發動更大的一場 讓政府聽到我們的聲音 不要戰爭的朋友 一定要站起來 當國防部長憂心 兩岸關係一旦處理不勝 會事態嚴重 不知道蔡總統滿手的抗中牌 會不會繼續打 記者林新鮮 陳怡蓉 台北報導